郑哥 您有这个GDM情节吗 其实我有过 这个GDM情节就是日本本土市场车型 当年你也知道我玩EVO是从5代一直玩到8代 然后STI是从GC8一直玩到了也是8代还是9代 9代我很短期很短期的有过一项 怎么说呢 我有 我应该算是有 如果我没有GDM的情节的话 我就不会现在特别排斥新的SUPER 因为新的SUPER我认为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 从精神上完完整整的一个GDM的车型 你懂我意思吧 那就是一Z4 你身材不如Z4 这什么Z4还敞盆呢 还炫呢 你这个SUPER是个什么玩意儿 然后更要命的是在Z4的引擎仓 你还能看到更强的一个前面的银杆等等等等 这些结构架在SUPER上居然是没有的 而且那个位置还预留了螺丝孔 这瘦凉嘛 那您怎么看待这些差不多像我这么大的 或者甚至上以后小范儿 巴跟您来就把握GDM情节 有可能啊 那你怎么知道在我儿子长大了之后 那个时代没有说很强悍的一个日本本土化的车型 本土市场的车型呢 肯定也可能有啊 如果有一天我儿子 比如说我们家老大 他突然拿着一张照片说 爸你看这个GTA的R35 我说可以啊 但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他肯定第一感觉不会跟我说那是JDM 他一定会跟我说他喜欢这台车 你不能先喜欢JDM吧 然后你喜欢JDM怎么 新款苏法 就带 对吗 是这么个逻辑吧 可能有一天我儿子会说我喜欢GC EVO86 你是不是JDM情节吗 他可能再会问我什么是JDM 我觉得是这么一个顺序 你懂我意思吧 完全有可能 完全有可能 就跟我也会喜欢一些老的 七几年的车的造型 其实你说我符合那个年代的特点 我是那个年代的人吗 我不是 但并不妨碍我喜欢一些那个时代的东西 因为我喜欢它的那个线条造型 是这么一个原因 但大多数我还是不喜欢的 因为我自己去到Piper Beach 我去看到那些在海边上的车 其实我是看不太懂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那边很兴奋的人都是一些老年人 看着都是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人 为什么 因为那个年代的车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所喜欢的东西 而我喜欢的东西都在哪 都在Piper Beach的那些各个展区的停车场里 你像那个LB 宽体的乌鲁 阿温特 乌尔凯 就都在外面摆着的 就是我喜欢的都是停车场里的那些人的车 你受了吗 而不是在展区里的那些真正意义上的classic 我不太喜欢那个 因为我跟他没有共鸣 但也不排除可能里边某一台车 我会喜欢 比如说我看过这个甘斯队 当时那个史太龙开的那个特老的那个福特的皮卡 对 你要让我猛猛的看上去 我对他没啥感觉 但是当我看完那个电影之后 我在看那台车我就好有感觉 如果有机会能买一台那个的话 我就会想买 然后包括很老款的那个mini 当时宝马接管了mini之后 买过来mini品牌之后 生产的第一台车还是老mini的那个造型 classic那个版本 如果有机会能买到 我也会去想买那个车 因为我觉得看完handle 我觉得那个好有感觉 所以我觉得我儿子也很有可能 对于我此时此刻喜欢的一些 不算了 就是九几年的那些款式的车 会感兴趣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而您发现没有 这玩意睡觉穷回来 就很贵很贵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大家买的是一份回忆 那为什么你看抗担卖那台EVO的9代 卖多少钱 100万 你知道那车原来多少钱吗 新车46万 你受得了吗 北京有一个哥们 阿里 我是阿里 他也很喜欢经典车 他买了一台天津牌的那台mini 就是我刚才说的宝马收购过来mini品牌之后出的第一台 这classic也是之前老mini的造型 那么那台车他也花了很不费的一个价格 其实大家买的是什么 就是情怀和回忆 我自己那么贵的回忆 咱买不起 咱买便宜的回忆 当时我买了解答并且去修复它 那你说是什么原因 其实我买那台车他花了几千块钱 不到一万块钱 最后连折腾再弄 这车快4万多块5万块钱了 你听起来 其实这也没多少钱 但实际上 对于它本身的价值来说 已经价钱远远超过了 但我买的不是也是一份回忆吗 咱们觉得什么时候能有CDM CDM 那这个很难 说真的很难 为什么 汽车在中国发展就是近几年的事 或者说是近20年的事 咱就随便 现在举例一个品牌 吉利 现在很厉害的一个品牌 对吗 产品力 OK的 但是你别多了 你倒回15年前 它的产品 就是我刚开始开车那时候 我觉得中国要想说 有所谓 让咱们有这个CDM情怀情节 我觉得还要过很久 因为你看这个事 在老外那边 不论是在美国也好 在日本也好 有种主流的汽车生产市场 包括欧洲也好 你看它隔了多少年 你现在要这么去往回去翻的话 它起码得是八几年九几年的车 那会很辉煌 因为那会石油也非常的便宜 打排量 打马力 马力鸡争亿 是这么个道理吧 这个东西是拿时间来积累出来的 我希望嘛 我觉得到我儿子长大 或者我儿子的下一代再长大 也许会有所谓的CDM 我觉得 我不排除有可能某一天领克03加赛版本就变CDM 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 那现在它是一个当下的车对吗 你过二年 它难道不是个经典车吗 坦克三百 回味二十年以后 就像咱们现在看见当年的一个老LC78那样的一个感觉 也有可能吧 你就记住情怀呀 文化呀 这种东西 你不是说能像现在咱们才能发展那么快 它需要时间慢慢慢慢去积累 慢慢慢慢去认可 它要替代你脑子里本身的一些东西